拉法关口外群众忐忑不安 希望成为首批获准离开的幸运儿 在卡达斡旋下加萨境内大约360名持有外籍护照的人士终于获准离境 除了外国人外重伤的巴勒斯坦人也等到一线生机 大约80人获准送往附近的野战医院或埃及医疗院所 这位在加萨联合国医院工作长达7年的美籍医护成功撤离 但关口处还有许多外籍人士离不开 理由是通讯差 收不到通知 拉法关口首度开放 但是会不会暂停对这个地方的空袭 以色列军方还是不松口 美国总统拜登也认为应该基于人道战时性的停火 但他也透露未来几天还会有更多的美国公民 渴望透过拉法关口撤离 比新闻 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